观众朋友大家好,ICEC基督徒看新闻时间 我今天请李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本周发生的重大新闻 你好李弟兄 文华你好,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耶稣爱我们 这周很多新闻,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新鲜出炉的新闻就是 川普总统去了G20分会 跟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也进行了交谈 那出来的消息,大家都是翘首以待 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什么烂啊,微信啊,这群里面 大家发出一片的叹息 说川普认怂了,这个你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今天早上起来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闻 美国这边的主要新闻其实就是两个点吧 一个就是说美国答应重新和中国开始谈判 贸易谈判,第二个点呢,就是说美国同意暂时停止 向原先计划的3250亿吧,这个商品对中国的商品加税 就是主要这两方面的新闻,这是从美国方面的 但是中国方面的新闻就是乱了,又乱又砸 说什么川普认怂了,投降了,不再向中国加税了 然后又要跟中国和好了等等 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言堂的新闻媒体吗 它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主要目的就是在老百姓面前有面子 想延长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吧 但是我再看了一个也是在微信群里面 还是烂群里面有人发了一个人民日报那个头版头条 两条消息其实都是讲的是,中国又厉害了 你现在要指引全世界的金融政治方向 要带领全世界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要的新闻了 他们的新闻就是你想要怎么样你就怎么发 但将来以后他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戳穿了怎么办呢 对,其实华人弟兄姐妹们,其实真的我们要有定见 不能总今天明天两天一会儿被这个新闻左右 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 其实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我们是知道将来的 唯一能够知道将来的是我们基督徒 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经上面全部都讲好了 圣经是两千多年前写好的 他所预言的所有的两千多个预言 除了一个没有承诺实现的话 别的全部实现了 唯一的一个预言没有实现 就是说耶稣基督会再来 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来 但是别的都已经经过神学家考证 全部实现了这个预言 所以圣经上已经说将来这个世界应该会是怎么样的 有千禧年,有大灾难 最后也有无底坑等着魔鬼撒旦 然后我们基督徒都会被提 都会进天国,天堂 这个都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类世界宇宙最后终结的这样的信徒 所以像中美贸易战我们以前的很多视频都分享过 其实贸易战的结果 它的实质就是 这一个反对上帝的这样一个政府 一个是坚决愿意维护上帝的真理原则 来治理整个全球秩序的经济秩序,金融秩序 和整个的社会秩序的美国政府 这样之间的一个征战 所以这个征战其实就是代表着天使和魔鬼撒旦的这个在征战 所以最后的结局必定是天使上帝已经得胜了 已经成胜了 所以这个必定中共政府 他这个代表魔鬼撒旦背后来扰乱世界秩序的 这个邪恶的势力他必定失败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以后 我们就不会再被新闻这个上上下下 今天这个那个新闻这个来左右来担心来操心 大家有一些沮丧对这个结果有沮丧的人 你提出来一下 他们反正总之是最后是神会胜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沮丧 你是这个意思 其实刚才我有问说 我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说 中国现在的这些新闻 他向着这些人民 他不公开他真实的新闻 那等到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个网络 中国的网民都可以上网了 看到真实的新闻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这个很简单的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原先也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的 但是有一天我们来到西方社会了以后 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 他们所有的事实报道等等真相 我们看明白了以后 我们当时是何等的震惊 然后我们又看到圣经 这本书我们以前在中国国内是不给看的 也不给信的 但是我们来了以后 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判断 自己的推理 明白了以后 我们整个内心的震撼 我们整个的人生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颠倒 完全改变过来了 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最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也希望中国 真的是在这个美国人能够帮助中国 我听说在这个贸易谈判中间 川普这个团队有提出来 要中国的这个网络向全部中国人公开 就是不要说有一个墙 一个防火墙 网络防火墙 你要让中国人民知道那个事实 真实的新闻到底是什么 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如果川普是有智慧 他可能就像你刚才分析的 不要一棍子把中国人打跑了 把中国政府打跑了 他彻底关门了 那中国人真的是没有指望将来能够翻阅这个防火墙 所以还keep跟他有一个关系继续谈 那我也希望说真的能把这个防火墙能够把它拿掉 对上一次贸易执法谈判已经到了 基本上好像都谈妥了的时候 突然的那个好像中共政府突然的要全部推翻 要重新来 其中一个据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的防火墙 新闻能够给撤掉 但是这一点我相信已经触及到中共政府的底线 他不可能把防火墙给拆了 也不可能有给中国大陆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点 因为一给言论自由的话 他所有的那么多年70年统治的这些谎言 这个全部被拆穿了 那中国老百姓眼睛全部打开了以后 他根本就没有统治的合法性了 所以这个是出现它的底线的 所以我们以前都讲过这个贸易 媒体上说贸易战 其实这个贸易执法是美国要求中国这样一个 你既然在世界大家庭你要进来一起玩的话 你就必须要遵守规则 这是但是多年了 二十多年来 美国帮助中国进入了WTO 但是中共政府承诺了很多 但全部没有 几乎没有很多歹现的 甚至而且走向反面 这个桌面上谈得很好听 我们要合作要交流要研究 在台面下台子底下拼命的又偷又抢又骗又撒谎 甚至有一盘大旗在后面 就是要把西方政府甚至把美国这个国家要搞垮 这个包括最近我们的王毅的外长 说什么警告美国政府 不要把什么中东的潘多拉盒子给打开 这种威胁的话语 其实这个说明什么道理 那个所谓的潘多拉盒子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中共政府一直在策划的 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拖住美国 将美国从经济上和整个的国力财力 和在世界上的贸易上各个方面拖垮美国 使美国的资源匮乏 然后它就一直策划着鼓吹 就是在暗中支持很多的中东的 反对美国的几个国家 主要是可能五个国家吧 他们一起来跟美国打仗 搞恐怖分子 包括911这个事件 现在很多的文件披露 可能也是在中共背后策划的一个棋子之一 所以你就想想看 表面上中国又想搞贸易 但是暗地里又一直在死刀子 捅刀子捅美国 甚至要将美国拉垮 所以这个就非常吻合了 我们以前讲的贸易 所谓的贸易战的实质 就是天使和魔鬼撒旦的征战 其实我们也知道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天使已经得胜了 所以美国已经肯定得胜了 这是时间问题 所以圣经两千多年前想讲的 所有的预言 两千多个预言 几乎除了一个 几乎全部都已经实现了 经过神学家的考证 和两千多年来多多少少的基督徒 牧长牧师们的考证都实现了 所以圣经是一本知道将来 知道明天的这样一本书 给大家要多读 对 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知道明天 知道将来结果的 唯一的这样 因为上帝告诉了我们 我们又信上帝的话 而且上帝的话 所有的话都已经证实是正确的 所以有什么 还有比这个相信圣经的话 更真实 已经被证实了是正确的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 不被任何新闻所左右所动摇 今天怕这个明天担心那个 今天早上我有收到很多基督徒的朋友 他们给我写 哎呦来问 是不是我们美国又怕了 是不是因为又怕中国大陆 那个华为它的5G超过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因为川普总统要连选等等 所谓的很多担心 其实真的弟兄姐妹们不用担心 这个争战的最后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是得胜的 对你讲到这个 我就看网络上有一些消息 他讲说 美国还有很多公司 还在继续给华为供那些零部件 但是据美国方面 我看美国方面发出来的消息 那个是供应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一些零部件 对这只是一个暂时的 我可以跟大家很清楚的讲 因为这一届美国政府 他们知道怎样跟一个坏的学生 或者说一个你在你的课堂上 你是老师的话 你在课堂上有几个是黑帮的分子的学生 你美国政府知道怎样跟他们交往 你又不能激怒他们 让他们失去理智发狂 做杀人放火的事 但是你又不能让他们 还是像原来的黑帮的那种行为举止 所以你要教育他们 要耐心的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要有很多的智慧和能力 从上帝来的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纠正他们 所以呢包括华为 我们看到的消息 美国这里是说 可以答应暂时愿意 给一些华为所需要的 一些外围的不重要的那些产品 不是核心的那些技术的东西 可以给他们一些零部件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智慧的策略上面 就是要让中共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 所以这个还是因为信息 不对称就是中国人 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这个内容 到底是供应什么零部件 所以这个也是给中国这些新闻宣传机构 有一个好像又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一个机会吧 这个咱就不用讨论它的 反正等到这个真实消息出来以后 这个我们看实际中共是要面子 不要理子的一个这个做法 但是anyway 美国人今天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讲到说最近这两天共和党 民主党 民主党内部他有一个就是debate 有个辩论 就是要出现他们 选出他们的出来跟共和党竞选下一任这个总统的人 那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消息 特别是有一个这个人是一直支持民主党的 他居然放出一个消息 他说我看了民主党没戏 我觉得特别奇怪 他一支持民主党的人 他说这个民主党没戏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昨天晚上按照民主党内部初选 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程序 这是第一轮 他好像一共有13位的吧 那个辩论 初选辩论 但是从初步看来 好像得风比较高的是那个以前的副总统 Joe Biden 还有几位都是基本上他们的辩论 其实不需要太多重视的了 只等到最后一位他们选出来了以后 我们才看结果到底是谁 然而当然有些人各样的言论 放出各样的话 其实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重视 但是也要分辨他们讲这些话 好像表面看起来好像 哎呀这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都很糟糕 都很差 肯定没有这个战斗力 也好像这次跟川普总统竞选肯定胜不了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要警醒 他是不是有意的放一个烟幕弹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会读三国演义 他这个想先能够让共和党或者川普总统的团队 让他调以轻心 因为轻敌是一个战略之一 反正说来说去就是社会主义的 学费给你免了 然后给你们发钱 总之就是搞的这些社会主义的这些策略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 他们要把整个的美国带到中国那种状态里面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叫什么 中国把美国和平演变了 对 其实就像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什么也不是很懂的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很多都是民主党的人 他们会对我们新来的移民会特别的好 好像特别的关心 然后从客观上 我们也是新来的移民 什么也不知道 有人关心我们也觉得很好的 所以他们就在有意无意当中 给我们灌输了很多 其实是现在看起来是不真实的 其实真的是有点抹黑的一些想法观点 就觉得好像民主党很关心你们移民 新来的移民 愿意给你们发钱 愿意提你们的呼声发出来 想通过很多的法案来帮助你们 等等这些 所以以前当时我们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 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 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 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 后来我们发现是这样的 是民主党说 你只要把选票给我们民主党 你们只要选我们民主党 我们就给你们发钱 你们待在家里 什么事情也别做 没关系 但是共和党它不是这样的 共和党说你必须要出来工作 你要干活 你干了活以后我们就给你发钱 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 当时我们什么也不懂的话 那当然高兴了 谁人的罪性 惰性都是这样 我最好什么东西也不干 能够得到任何的东西 这是人的这个罪性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读了圣经了以后 认识上帝以后 上帝说什么 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们每个人应该安心理得的享受 我们自己劳动的所得 在日光之下能够平安的享受 这个是上帝的原则 所以当我们读了圣经以后 明白上帝的法则规则以后 那我们就知道民主党这个真的是错的 他为了选票不择手段的 把懒人都养成了 把一个好的人也养成了懒人 所以今天的美国的社会现象是什么 就是许许多多的低收入的 甚至于他们不工作 就拼命的在家里生孩子 得到拿到很多的不干任何活 就得到很多的福利 很多的钱 所以他们的人口生了越来越多 然后的非法移民 当然他们刚刚来到美国这个国家 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法治基础 社会体制 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当然也很难融入美国这个社会 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的情况下 然后民主党跑去跟他们这么讲 你们只要选我们 我们给你们发钱 你们是新移民 不容易 我们给你们钱 你们带在家里 或者生孩子 所以呢他们年轻人就拼命的生孩子 所以这样就造成 那个没有劳动能力的 没有知识 没有教育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然后都去支持民主党 你想想看 这个国家怎么会好 然后对于我们真正的愿意学习 愿意工作 有这个技能 工作技能的来说 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 然后看得长远一点 我们就更能够看到 美国这个国家的根基 就被民主党这样的行为被毁坏了 你想想看 那么多的懒人 那么多的 完全不工作 没有技能的 这个国家怎么有竞争力 怎么能够领导世界 全球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是完全抵挡上帝的 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 对对对 我看网络上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分析 就说美国本来就是 老百姓手上有枪 民主党他叫你不要有枪 然后呢 他把所有人 这个劳动的人的钱 集中在一起 他决定他要给谁 他去养那些选他的人 但是选他那些人呢 得到的这些收入呢 不是他自己劳动得来的 是那些劳动的人 最后变成是什么呢 你加税 对那些 这个有钱的富豪那么加税 人家就跑了 这些富豪就把他工厂 弄到外面去 自己也跑到外国去 因为你这些税负太高 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 他挣钱的去挣钱的人 挣不到很多的钱 还要交很多的税 最后这些人 他也不会在这里留下来 有可以去的地方 人家也会走 这个国家最后就变成是什么 坐吃山空啊 对民主党这种做法 其实就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所以我们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华人同胞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想 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国土 还愿意过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这样的制度体制下生活吗 还愿意继续的 将美国这样一个 原来遵行上帝的 真的是有言论自由 有集会自由 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个国家 然后一点一点的变成了一个 专制统治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想一想 民主党这样的政策是很可怕的 是应该得到反对的 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要用自己的脑子 不能就是做了呢 变成一个好像得到一些好处 就说这个民主党好 我就选他的人 这是你把你自己 子生万难都卖掉了 是 我们谢谢李弟兄今天的分享 关系到我们下一代 后代的孙世从亡 孙世从亡的关头 我们也谢谢上帝 给这个美国这个 兴起来这个川普总统 虽然在G20上 这个没有我们所想要的那个 树战树决 去把中共这个 这个叫什么 贸易谈判这个 协议拿下来的这个结局 但是请你们相信 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 这个邪恶总归不会 就是战胜这个光明 战胜这个正义 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请李弟兄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主谢谢你 你的智慧无穷了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掌管宇宙的一切 主谢谢你 在这个时刻 愿我们的华人同胞们 看到中美贸易 这个执法过程当中 需要你上帝的智慧 上帝给我们的耐心 也上帝给我们的能力 来慢慢的看到 这样的最后的结果 必定是你上帝已经得胜了 遵循上帝的 愿意跟随上帝的法则 理念来治理国家 治理全球的美国政府 已经得胜了 所以主你赐给我们 在地上的平安 也是我们的华人弟兄姐妹们 能够再一次的能够 立定我们的心智 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和定见 来看到上帝是最终掌权作主的 我们也为我们的中国神州大地的百姓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上帝你爱我们 爱我们华人 你的公义正直 必定临到大陆这个土地上来 主我们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 我们要华人成为你 你的精兵 这个牧师时代的守望者 跟随上帝 主谢谢你 我们拭目以待 你的善功已经开始了 主谢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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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